我們經常會邀請我們老朋友 那麼宏基董事長 陳俊勝陳董事長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最近他的很多觀點 都得到媒體高度的關注 第一個我們看到 他最早講PC的爆發成長期已過 那麼通膨戰爭加上中國的封城的衝擊下 這個事況會往下走 這是他最早提出市警 這兩天他又提到晶片廠過度投資 那麼台灣要蓋20座12寸廠 他說一旦需求緩轉會動搖國本 我相信這個觀點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嚇一大跳 那麼我們今天請到陳董事長 來針對他對2022年以來 全世界在巨大變化當中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從俄屋開戰之後 通膨的壓力以日俱增 而在6月的CPI 在美國公佈是9.1 這個9.1震驚全世界 通膨的壓力讓美國不斷地加大升息壓力 全球市況現在看起來也到了一個非常吃緊 甚至到緩轉的狀態 很多人都擔心全球經濟會步入衰退 好 今天在關鍵時刻 這個包括陳董事長也帶了鴻基現在研發的一款新產品 等一下回來我們 我們先請我們陳董事長跟大家問候一下 師長好 各位觀眾好 好 第一個我們先來看看你最早講的 也就是說PC的爆發期過了 在過去的疫情兩年當中 從居家辦公到數位轉型 一路這樣推進 也造成Notebook各方面的相關的PC的產品 爆發性的成長 這個成長以後現在已經個兩三年了 那今年因為通膨的壓力加大了 那大家看到美國聯準會極度的拉高率率 整個市況開始出現非常可怕的變化 好 最早提出市警人是你 我看最近報告羅志仙好像還很擔心 他說這一次景氣的緩轉 好像比2008年的金融海嘯來得可怕 以你的觀察現在的宿況到底怎麼樣 實際上在剛剛提到說PC的大爆發 這個不是常態 這個是在疫情當中 就是兩年在PC歷史上出現的一個非常態 這個非常態已經過去 那我們為什麼知道它已經過去 實際上我們觀察的重點是通膨膨脹 通膨膨脹其實最主要是從去年一月份 如果來看美國通膨脹在這一點多 到年底的時候已經將近八 那在通膨膨脹來講可以講是 總體經濟裡頭的Level 1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通膨脹 所以在美國政府它一定會對通膨膨脹做出動作 所以對這件事情在去年年底 它已經開始做第一個動作 因為要打擊通膨膨脹它會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叫Temporary 要先試緊 第二個動作要升息 第三個動作縮表 11月份的時候已經開始試緊 所以我們公司在1月份的時候已經開始做動作 對供應鏈 對我們的銷售各方面開始做調整 所以這個是目前我們面臨的情形 好 這個如果從營收來看 其實如果宏基的營收 1月251到6月的時候還309 你今年的上半年看起來 這個年增率還可以 還沒有明顯看到這裡面的囧態 但是股價反應很快 它從35塊都現在掉到20塊附近了 我常形容市場永遠比基本面跑得快 所以股價在下跌的過程 它一定會反映一些到底有什麼東西 所以看起來這種不安的心態 大家對未來的不好的議期 就在資本市場裡面 它率先來呈現出來 好 那陳董現在比較不容易就是說 其實你是市場上最早市井的人 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 上市櫃公司的負責人 你問他通常他都講不願意講太真實的真話了 那大家碰到不好的時候都比較含糊其實 但是你是非常具體的 我想我在美國待過了 那這個公司面臨的情況 要跟投資人能夠非常透明的來做溝通 因為這個Suping Us裡頭 是有明確的規定 如果我們看到了沒有跟市場來講得清楚 這個是有刑法 不是民法上面的利益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盡可能把我們看到的 跟我們的投資人能夠講得非常清楚 那在以目前的情形來講的話 我們能做的是把自己的本身體質調整好 在回到常態的過程當中 我們講說潮水找潮水退 我們在潮水退的過程當中 能看到公司整體的體質的改善 好 這當中我特別再請教陳董 就是說全球的PC現在經過這幾年的演變 聯想現在領先 那惠普跟Dale大概二三名 同期是排第四 然後蘋果到華碩 那今年看起來DOG聯想衰退12.5 那惠普衰退27.9 那今年有一個特別的一個點 就是說巴菲特去投資HP 那也引發大家高度的注意 要請教陳董就是說 好 我們看到這幾年 中國的這個聯想在PC領域不斷的擴張 他現在領先地位 台灣的PC大廠 我想在這些年當中 我們現在的競爭力 跟美國那兩大HP跟Dale 台灣跟中國的聯想 那我們自己現在的實力 到底在整個PC的版圖當中 它有沒有出現一些比較明顯的變化 我想在整個PC產業的發展過程當中 我們非常清楚的了解到 PC的需求主要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剛性需求 剛需 這剛需它一直都在 因為上班的需求 你沒有辦法用手機來上班 你沒有辦法用平板做所有事情 所以筆記本電腦以及電腦 它在辦公室 以及做功課 做research 它真正的需求這剛需是一直都在 第二個部分 它需要一些新的usage model來做刺激 新的技術突破來做刺激 比如說以Acer現在來講 我們現在剛剛做出來這個是裸眼3D的技術 今天我今天帶過來這台電腦 它就是一個裸眼3D的技術 這個技術它是靠著 這上面你可以看到說 它有兩個眼球追蹤系統 這個眼球追蹤系統 它會追蹤你的眼球 把它的畫面 位給你的眼球 有不同的畫面在你的大腦當中呈現深度 它會產生3D的效果 不管是3D的內容 還是2D的內容 你可以看到3D的畫面 這個是一個新的使用模式 這個是我們覺得一個新的刺激 能夠對市場產生不一樣的效應 這是我們認為長期整個P市場 應該做的就是一些技術的突破 而不是一直強調在價格 以及它的Spec而已 它不是標準規格產品 現在從產品當中 它會衍生很多的變化 我們也看到鴻基在這幾年 包括機能型飲料 你也在做嘛 電競 現在桌上這個 先請你說明一下 先讓我再先往前講一點點 在鴻基發展的過程當中 我到鴻基來以後 其實我們第一步是要先止血 能夠先轉虧為贏 第二步呢 我們希望說能夠造一個上市公司的艦隊 現在我們連公開發行公司已經有9家了 這個禮拜我們有雙喜臨門 我們有這個鴻基遊戲呢 得到這個股票編號6908 同時呢 這個鴻基資訊呢 已經通過審議準備要掛牌 要掛牌了 準備要掛牌上櫃 那下一步呢 我們打算要做的就是要重新集結 那中間重新集結 這些小虎們 快速增長的小虎們 重新集結 集結在什麼地方 有幾個集結點 中間有一個呢 就是集結在能源的部分 在能源的部分 不管是在能源的saving 就是節能 第二個呢 是能源的storage 就是儲能 第三個呢 是能源的generation 能夠發電 那我們在渴望這個區域呢 我們有一個滿大的太陽能發電廠 第二個呢 是今天剛剛 今天第一次面試 全球第一次面試呢 是我們的飛輪發電 這個是因為我們公司自己開始 新的辦公桌呢 我們都是用立桌 在立桌的過程當中 你站立上班 當然你就覺得說 腰部背部比較輕鬆 第二個我們就發現說 那既然如此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 還有其他的設備來幫助 來幫助 那中間呢 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用飛輪 這個飛輪呢 其實它沒有阻力 也就是說你一邊騎的時候呢 它不會喘 它不會流汗 你繼續開會 繼續上班 不會有影響 但是它會發電 它會發電 所以它又集合了ESG 又結合了健身 它會消耗卡路里 所以我們覺得呢 這是一個新的思維 從macro到微趨勢 那我們相信說 能對這個市場 帶來一個新的刺激 新的展望 好 這個我相信是台灣 我第一次看到的產品 這個辦公 然後呢你用荔枝 然後彩輝輪 然後插發電 這個已經把這個ESG的精神 都融合到裡面了 剛剛陳董也講到 宏基將來在儲能 跟這個節能的領域 可能會投注相當大的心力 到目前為止 你的佈局大概呈現什麼狀態 首先呢我們在 我們主業還是電腦 電腦部分呢 我們從2016年到2035年 我們答案說要能夠 讓我們電腦的耗電效率 能夠improve 能夠進步 大概四十幾個percent 那這個呢 大概能夠 節約的電 大概是一個七萬戶的小城鎮 應該講中型城市 能夠節電的使用 的用電量 第二個部分呢 是我們在儲能這個部分 我們有電控系統 有電池組的生意 電控系統就是這個電動腳踏車 來做使用 這個是我們在embrace的 那第三個呢 我們也在recycle material 也就是我們的 這個再生能源的部分 我們用再生的設備呢 來做電腦的產品 所以從傳統的一般電腦 你就要用這個 一開始塑料啦 或者是金屬 現在我們開始用再生的材質 做一系列的產品 希望提供給這個地球呢 更好的環境 讓使用電腦的人呢 一起來愛地球 我想這樣的布局 應該也是跑得很前面啦 像台積電現在去買那個 離岸風力發電的兩座風廠的 這個離岸風力發電的電力嘛 洪基將來在綠電的這種自己發展還是外購 這個有沒有什麼規劃 我們是兩個都要做 第一個呢 我們在RE100這個部分呢 我們對全世界做宣示 我們在2035年呢 我們要成就RE100就是全世界都使用再生能源 這個是100% 第二個部分呢 我們自己有發電廠 那我們在歐洲其他幾個地方呢 他們做太陽能在屋頂發電等等 世界上已經有幾個國家 它已經100%就是自己的電能自己發 那現在剛剛看到這個產品呢 自己的要用電能自己發 這個是我們自己在做的部分 這個我相信是一步一步都要做 那中間我們也不排除說 我們需要另外再外購綠能 好 剛剛陳董也提到 洪基資訊上櫃 那現在從建基洪基資訊 四年到展基 後面還有一個海伯特 這個整個小金基 就是說你現在 小金虎 小金虎 你讓他們 讓他們基他們不高興 各自開始在外面跑 那剛剛你講說 大概最後還是會集合在一起 會不會把這些全部再合併回來 還是說讓他們各自各有一片天 那洪基變成一個控股農務公司 發展的策略現在有什麼規劃 我們本業是PC跟做顯示器 這個不會改變 所以洪基不會變成一個控股公司 這個不在我們的考慮之內 但是因為我們的本業 我們把我們本業變成一個 Super Incubator 一個大的孵化器 那我們現在可以講 我們已經找到如何孵化新的事業的成功方程式 能夠讓不斷孵化新的這些事業 那有很多是在ESG相關的 有些是在電競相關的 所以我們會重新結集在幾個領域 那剛剛提到ESG 我們也希望說把ESG變成 不管是我們本業或者我們小老虎 一個好的集結點 是 好這個講完洪基本身 回來要請教陳董 我看你最近講半導體的這個晶片過度投資 他說你認為台灣要小心 我大概看了一下資料 今年到明年大概有29座晶圓廠要出來 台灣有8座 大陸有8座 這當中現在我覺得成熟自成 因為中國現在無限擴張 會造成大家無限大的壓力 當然現在台灣這幾年新開半導體 其實以台積電為主 其他我看了一下世界先進 這個聯電它以成熟自成為主 它已經沒有在扣廠了 立基電大概在竹蘭 那個銅鑼大概有一座 所以台灣的投資基本上以台積電為主 那這個市場 你在這一次的市井 我相信你一定看到很多的現象 你在Mintel14年 在台積電有8年半 你已經是非常資深的 半導體圈內人士了 那我想你會這樣講 我相信你一定看到一些 你大家很想知道的東西 實際上我的論述其實是從我們現在看到的市況看到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在短期之內 今年下半年它的市況應該不會比去年下半年來得好 這個是我們已經看到的 中間在 YOY一定是負的 對會是負的 那這個 這個庫存 現在大家的庫存都蠻高的 那 鴻基公司的庫存高 但是相對於其他的PC公司來講 我們還好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有不斷的 我們的供應商就是半導體公司呢 他現在已經要你提貨 已經到過來了 因為原來都是我們缺貨缺貨缺貨 現在到過來 現在他一直來找我們 一直找我們說 可不可以多買一點 多買一點 我是在提到說 當我們說到PC 今年IDC說是8個Percent 第二季度是15個Percent 負的成長的過程 其實對半導體來講 對半導體供應商來講 他看到的絕對不是8個Percent 不是15個Percent 他會比這更大 原因是因為我們要清庫存 這樣子的結果呢 他這個Compound effect 在加成效應之下 半導體他收到 他受到的這個長邊效應 叫Bowee effect 他會看到的比我們還要嚴重 那半導體看到的他這個 更嚴重的結果 對這個產能的影響 一定會發生 當然我知道這些Fairbus公司 跟Foundry之間有許多的LTA 就是長期的 長約 長約 甚至有Deposit 但是這個呢 不會改變整體真正需求的 這個原則 他不會改變整個的市況 所以這個大家需要小心 原來就是說在 去年開始那種 車用半導體非常吃緊的狀態 大家都來求嘛 那大家會覺得 這個這幾年那個 晶圓的需求還是很強大 那現在突然之間一市況一緩轉 好像這個從公過於求 變成求過於空 完全逆轉 這個逆轉的結構上 像現在台積電 這個禮拜的法說會 坦白講他所公佈的第二季啊 實在好得沒話說 他第一季DPS7.8 第二季9.14 我看加起來16.97 那個狀況實在很好 但是包括聯電也是一樣 聯電其實上半年 他每個月啊 營收都上歷史新高 但是大家對下半年的這個情勢 看起來是非常擔心的 但我想你的話裡面 可能對成熟標準 這個比較成熟規格的 8吋以下的 或是現在很多的 大陸正在發展的這種 比較成熟製程的產品 看起來你有很多優利 這個台積電跟其他 就是說在台積電現在的 高速音算晶片 其實已經四成到五成 那最近我也看到 包括樓志堅在講說 現在這一次的景氣的衰退啊 包括最近也有人講說 可能比那個2000年的 科技網路泡沫來得嚴重了 但我在想說 整個全世界現在在創新的領域 不管AI的研發啦 包括電動車啦 很多的邊緣運算 其實這個還是在往前走 所以那個半導體的結構 可能會出現一個很大的變化 所以你是非常資深的半導體 出身的產業中人 那我想 這個半導體比較湊重複雜的 內部的結構啊 你是不是可以幫我們 把這個輪廓來釐清一下 好 首先呢 我要再回到一點點 再往後回拉一點點 整體的影響 其實還是總體經濟 所以 社長的節目要看 總體經濟 它影響的最大 因為整個的現象發生 它的源起仍然是通貨膨脹 因為通貨膨脹升息 一升息以後呢 資金動能減低 所以股票會跌 股票一跌 房地產一跌 消費者信心指數會往下掉 消費者資金往下掉的結果 消費既然 自然它就往下 往下的過程當中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 它購買的東西 優先順序發生改變 第一個一旦仍然是醫療 生病一定要看病 這個是跑不了的 第二個呢是貨膨脹 也就是它吃的 它必須一定要先照顧到 這個餓肚子 其他的部分就變可有可無的狀況下 像我們所做的產品 包括 現在大家一路看好電動車等等 其實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下 這些東西是不是一定都要 還是說它是可有可無 它的優先順序發生改變 當優先順序發生改變的時候 這個半導體的需求 它的組成 它那個組成也會發生改變 好這當中其實現在 大家所注意到的企業的存貨 企業的存貨 最近你看到像Tucky Tucky一方部股票一天都跌了二十幾% 那最重要的關鍵就是說 那好的時候呢 它不斷地在囤庫存 現在不行的時候 它發現不得了 它那個產品去化非常的慢 所以它把那個庫存拿出來打 這個我買也有同樣的情況 這個時候呢大家會發現 大家在缺貨的時候呢 會一直去建那個存貨 包括現在貨櫃行業也是一樣啊 有很多去簽產業 你現在 今年的代工的產業簽了以後呢 現在你麻煩了 那個緩轉速度非常快 所以現在很多產業會形成一個現象 就IC設計 你不要說你比較成熟製程的 那個經費很缺的時候呢 你高價去搶那個長單 你的產品呢現在出來在殺價 而且殺得很慘 結果你是買到高檔存貨 但是你的中端的產品出來的時候呢 是殺得很慘 這一種存貨效應啊 到底會對這個世界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我想在我的背景 就是半導體背景 因為半導體背景它裡頭 尤其像fungry這樣的business 它最大的決定呢 是capital expenditure 資本支出 因為它牽涉的金額非常大 所以這個呢 它是全公司裡頭 最重要的決策就是資本支出 那資本支出是 based on 你對未來的forecast 是9個月forecast 還是19個月forecast 因為一個是要買機器 一個是要建廠 這兩個是最重要的決策點 所以我們對長期的 總體經濟的發展 這做correlation 就這個相關性分析呢 這個是各式各樣的相關性分析呢 在過去我的生涯規劃裡頭 是做的不得了的多 那因為這樣的結果 我們紅旗公司呢 對整個總體經濟的變化呢 我們也比較敏感 我們的天線拉得比較高 所以在今年1月份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開始發現不對勁 開始對我們的供應商 對我們的供應鏈呢 來做示警的動作 希望說大家對這個事情要有所準備 要簽產業要簽什麼樣的產業 因為接下來這個庫存呢 它會發生一個效應就是說 我庫存低的跟庫存高的 因為現在接下來 Demain Supply發生改變以後 這些半導體呢 不是漲價是開始要降價 那變成是 如果我有為那量 我可以多買一點 來攤平我的成本 這個變成一個競爭的優勢 相對如果你庫存非常的高 你光是要清庫存 你就要打消庫存 這個打消庫存 就是對投資人的 他的興趣發生的影響 所以我看這個 有一篇報導 他說從短缺變過剩 他說PC晶片 釋礦如同囤貨衛生紙一般 這個是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個會讓大家嚇一大跳 也請董事長來跟大家來看一下 以宏記現在的股價 表你20塊 其實你這兩三年 宏記獲利都很好 都兩三塊以上 對不對 好 股價到20塊以後 對你 你因為你非常有良心的 來告訴你的投資人 他們大概也開始有這種心理有準備了 好 到了這裡來之後 如果站在宏記的投資的股東的心態 我如果今天把它當成有法說 那我問董事長說 我作為宏記股東 那我應不應該長期投資你們公司的股票 然後呢我現在有那我應該要有什麼的心情來跟公司共同打拼 這個董事長再獲給大家一個勉勵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社長 整個長期的發展其實要看公司的體質 那在過去兩年的疫情當中 它是一個比較不特別 它是一個 abnormal的現象 這個 abnormal現象過去其實是回到正常現象 潮水退了以後 對 要看體質有沒有真正發生改變 那在這兩年當中呢 我們也沒有放掉這個機會 能夠讓公司的體質變好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其實公司已經有四到五家公司 小老虎呢 我們IPO 我們也做了三到四家的這個收購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都沒有省 同時呢 不管是在新的產品 在新的應用 新的材質上面 我們都有在努力優化公司 所以從長期來講 我希望說大家拭目以待 至於股價 我必須再多講一點 除了基本面以外 就是因為這一次通膨打通膨升息的關係 資金都能被抽走 所以你會發現說 它的基本面跟它的股價中間產生偏離 這是一個因為資金動能的原因 好 我想今天非常感謝 這個我們非常佩服老實術 就是說現在能夠在景氣向下 還轉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呢 率先示警 第二個呢 也能夠很開誠布公 來看到產業未來的可能面臨的 這個變數 那我相信陳董是從美國回來之後 你看你在英特爾待過那麼長的時間 對公司透明化的治理 這一點我們非常佩服 所以今天關鍵時刻 請我們陳董來跟大家談紅機 談半導體 也談未來全球景氣 非常重要一刻 也包括紅機的新產品 好 也祝紅機在未來的困難的環境當中 能夠這個衝破難關 也能夠再讓業績回到原來的高峰 今天謝謝陳董事長 好 謝謝社長 讓我們一起來 一起努力 讓我們一起生養眾多 遍滿這地 治理這地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等一下回來 我們看下禮拜投資策略 謝謝OK 謝謝 謝謝 請 mag